放在以前你想玩越野 想在大草原迟沉迟下 同时要兼顾山海帆通勤 兼顾家庭需要 你就必须同时拥有两台车 让他们各司起 毕竟越野车的油耗确实很高 但现在方程豹给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靠着地油耗 兼顾城市和越野的硬派 就为方程豹豹豹豹豹豹豹 今天我们整个炸半径的实测 测试豹豹豹的规定额豹 我们先把油加满 然后在南京的市区跑一圈 看看到底用了多少油 OK 现在油加满了 然后让我们贴上封条 纯电是8公里 然后油是1075公里 现在里程已经清零 走的是经济模式 OK 出发 说实话 抱我这台车 在城区里是没有那种硬派越野 特别厚重的感觉 一个是因为它整体的功率 有505千万 另一个是因为DMO的平台架构 在城市低速行驶时 它会优先选择纯电驱动 如果电量较低 或者有超车爬泡这类大功率要求时 方浪就会进入串联模式 满足动力和经济性的需求 我觉得这个方案 很好的解决了硬派越野 就是在油耗 舒适性 以及日常用车之间的矛盾 把硬派越野的那些缺点 通过电来复制 包括说这个驾驶质感 也是驱进一传电车 就比方说这个油门特别更加 随叫随叫 OK 我们开完前程了 总共跑了73公里 算了一下 百公里油耗 七升多一点 说实话 我都感觉有点不可置信了 之前在网上看 确实它的油耗很低 但真实看下来 我都感觉是不是哪里出问题 那报我的亏电油耗数据 你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抽到你心肝上 拜拜 拜拜